民生物資陸續裝上車 輪行假車出動 軍方出動三輛輪行假車來回奔波 為淹水區的民眾送上食物藥品 另一邊送出一名傷患 他車禍才剛出院一天 就遇上淹水心有餘悸 他來自淹水最嚴重的燕溫村海埔 這個地區就在一大片餘溫旁邊 淹水久久無法退去 就擔心接下來的海棠颱風會有大雨 加東鄉公所決定將燕溫村撤村 會同軍方挨家挨戶勸離 運輸車中坐滿了要撤離的居民 像這一家四口 因為有兩個幼童 媽媽不得不選擇離家 有些民眾自行離開淹水區外出移情 就是擔心親人住在這裡會有危險 面對海棠颱風的威脅 不得不做好完全準備 大愛新聞陳真成立委屏東報導